那个世界的奇特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一部经上跟我们讲的 这是 极乐世界的说明书 把极乐世界的 衣报 镇报 都给我们讲清楚 讲明白 镇报 是我们的身体 衣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学习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 在那个世界 那个世界 是发信徒 所以发信徒 变现的这些现象 没有生命 不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所有的现象 通通是在 一秒钟 一千两百四十兆次的 身面状况下 变现出来的 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这边的人 有身老病死 动物有身老病死 植物有身处一灭 心求 又沉住坏空 我叫无常啊 那么极乐世界 寿命长 经商告诉我们 那家寿命多长 三个阿僧七戒 成佛 三个阿僧七戒 不是对我们说的 对发神菩萨说的 哪一天 你大彻大悟 鸣心坚信 从哪一天算起 要从我们现在 凡复地算起 无量戒 不知三个神七戒 无量戒 你这下在口吧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出力线就升起来了 我不能不往生 记录世界 那么帮助我们往生 最好的方法 是什么呢 是跟众生结缘 跟众生结缘 那么最重要就是教育 我们走佛陀教育 这条路 没有缘 讲经 那讲经不中断 没有人听 有鬼神听啊 我们肉眼看不见 那在历史上 生功朔伐 万事点头 没人听了 那可以去讲个石头讲 那讲完 讲得错不错 点头 石头都点头 那所以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听众不多 看不到的多 现在我们讲经更方便了 我们有个小摄影棚 有一个机器架在面前 借上网络 全世界都能收看 能够打开电视 按上频道 这叫有缘人 佛不度无缘之人 谁有缘 谁打开频道 他就看到了 我们就都在一起了 所以 看从频道 从网络 来一起学习的 不值一千 不值一万 能帮助一万个人 这个是 米勒菩萨说的 你能帮助一万人 念佛往生净土 你就是阿弥陀佛 你这一生当中 能帮助五六十个人 你就是菩萨了 你能不能往生 当然可会往生 为什么呢 你到年明宗的时候 这一些受你教化往生的人 都会拉着阿弥陀佛 我是某人介绍的 他现在命中了 咱们去借言他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怎么能不往生 决定不能怀疑 你怀疑就不能往生 你不怀疑 肯定往生 自己功夫差一点 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想到极乐直接去 过过往生 这我们都要知道的 可不能把它束缚掉 这你讲到 阿弥陀佛的愿 实在 等于像我们讲的 血迹 绘土 落实实够 这是五界世界 也就是他的大运圆满 极乐世界 圆满成就的 成就这个道场 这一个生活 学习的出所 帮助变法戒续空间 一切东西 只要真心 愿意去的 通通得度 这功德得到 这些大道场 没有一尊佛 超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道场 最大 最壮严 在这个里头修行 进度最快 这些我们不能不掌握到 我们的信心 才生起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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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个世界 众生业掌众 所以 英光大四 也是菩萨再来 很多人晓得 英光大四 是大师智菩萨再来 他像不像大师智 诸威亚都愣严禁 大师智云同章 你去念 很像 大师智菩萨 帮助释迦牟尼佛 在十方世界 接引众生 告诉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他不会说忘语 这话是真点 义佛 心里有佛 念佛 也是心里有佛 心里就真有佛 佛号不断 海青老后生 给我们表演 海青跟他的妈妈 三个人表演给我们看 现前 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叫现前 建佛 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时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的身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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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啊 阿弥陀佛 氹